这个男枪有问题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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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谢谢 全军出击 拦开 我发现这种诺手带个急跑 野区里面遇到人当时概率贼高 但是也没老诺手的 这个诺手要当成了一共要A几刀 我看学个W AW减速在A一下就立马砍三刀 开急跑再追着A两三刀 在一个W收掉旋怒 我感觉应该砍个七八刀差不多吧 全是七刀吗 当不这么多老诺手 七刀就死 明明之中自有七亿 主要是我被这种诺手 抓死过几次一击的时候 稍微愣了神一样 他就AWA 然后开个急跑追着你打 不是老诺手是被杀过是吧 可以 看来有故事 打野可以反应法 戴克现在还不下来 估计在上反蹲 因为剑击这个线的话 这个血他弄一死 不过我感觉他这个血量 这边反多也打不过我们 来来来真的 这个血量可以摁杀的 这个剑击这么装 连眼都不做 肯定有人在不怕 有人在也要死 没拉到他 这剑击有剃的 这艾克也不在啊 他怎么打得这么奔放呢 他剑也 他这个剑一点也不锐利 哦果然在啊 只是在的地方不一样 你也打不过我 巡师的啊 快叫闪 艾克反野 这脑子被炮打了 主要他这英雄刷野太慢了 他 反不了他那野 这艾克只能抓了 抓了能力稍微强一点 回来了 主要伤害就那么一套 前期艾克伤害太低了 这英雄太吃这个装备了 我感觉 来 先骗他W 你怎么跑呢 我直接赏心意好吧 这进去交过气的 哎可以 针头手他又撞线了 我这样马上到六级了 这把无敌了呀 可以啊 把龙偷了 我说这个三篮蛤蟆怎么没打呢 把歌关了太难听了 好吧给你放点好听的 来给你来点好听的 music 看什么music 比较好听 什么意思 野区历利行计吧 这火难没劲呢 结果我刚才想换换一手滑板鞋的 来 碰一碰 瑞丽的剑 不可能跟我打的呀 我要是有二 开个二把他W扭了 他打我们的不掉血 带克肯定要过来了 等一个缘分 哎呦给他跑掉了 哇这也太多人了吧 怎么还有个剑机在呢 这波视野已经卡得很好了 可惜啊 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撞了这波 为什么这么讲 这个剑机他值钱了 你知道吗 他刚才已经值100块钱了 但是我们这波理财一下 让他成功又价值300了 知道吗 我们可以继续去上路折磨他了 打个晕 哇 可以 快有闪金了 我拿 我先打个这个 先放来 可以把这塔给他冲掉 来波先放开一下这个剑机 这波 经典一血塔两分皮 你们看 我看我现在 对吧 只有300块钱不到 是不是 9分半 你们信不信 12分钟以前 两分钟之内 我能让他变成1300 这个新观众可能都不太行 两分钟能打1000块钱 我信你个鬼啊 没关系 你很快就会信了 这剑机以为他有塔 没事 下一秒他就没有了 这时候诺手再包过来 他就没了 对 直接先锋把塔冲了 要跑路了 你就非要救他呗 可惜跑了一个 我被减速了 这个剑机减完速 再XQ减速 可以跑到中路去送 这才一分钟就已经打了1100了 不用两分钟 还多了100块钱 得接回家 有了 1600了 太快了 还差点点钱 再XQ减速 你是打龙还是帮我打龙呢 倒回来来 时光倒流 怎么又是这两个了 虚空剑机吗 全轮都是月亮了的火 这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 哇 合体有点强 这个剑机跟卡拉丁现场都被打浪了 当然 当两个人站一起就把我们这 线上 终上打浪了 这1加1 大于2是吗 银河魔装机是 那也要三个呀 怎么两个就可以触发了呢 可以把他秒了 先杀这个火男 这火男伤害高 没事 有眼一样杀 这就没了 全是魔法伤害 要不然来一件影魔导火 先来一桩水影血 真发掉了 你别说对面伤害挺高 这把的话感觉不能走 纯双甲 得来个半肉 半肉才是永远地神 我们现在这个伤害啊 是足够秒对面了 但是呢 对面两个人伤害也是能秒我们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得提升一下我们的龙错率啊 千万别打了一套就死了 其实这把很适合 带那个之前那征服者 贪婪的玩法 昨天那个征服者贪婪 效果没打出来 三路全炸掉了 非常的可惜啊 我来了 这波我们也合体一下 但是这个 无双行者厉害 还是我们厉害 虚空出刺 你怎么敢追我呢 我水银血啊 弟弟 怎么 这么多人的吗 还好 我点的贪欲猎手 不然我这波死了 Q了 回了一百多的血 我先吸点血了 你就吸嘛 这贪欲猎手是必点 玩瘫狼一定要点 玩瘫狼不点 瘫狼猎手 真的少一半作战能力 这瘫狼猎手 这瘫狼孤立无缘 吸的血太多了 索血 煞瘫狼猎手 正常的 我待会等装备成型 我一个Q能回个五六百 回个一百多 正常 这火呢 还有闪 怎么感觉这些人 这么会玩呢 来个 进食 加军团 待会儿 黑切 转这个 死我 这边 这个阵容的话 ADAP都有 混伤的 所以我们 对单一抗性 是没有用 所以直接双抗整起来 均衡发展 像这把 我们要是 除隐磨刀 虽然好打他们 这个中野 服 但是对这个火难 没有用 而且这个剑击 还有真伤 你这个盾的话 一点用都没有 最好的办法 是吧 直接 15 加这个 黑切 就非常好用 满CD技能 好的快一点 而且我们有双抗 有恢复 有爆发 有血量 这都是我们需要的 感觉很多这种 战士刺客 都可以这么打 其实我觉得 谭兰说是刺客 但是他又是 刺客里面 偏战士的 这个英雄 你又来了 时光又倒流了吗 这不可能能抢 我的野的 我玩蚌蚪 就没被人抢过野 你们知道吗 能抢我野的人 他可能还没出生 还在胎里面的 你走开 兄弟 你还 回来给我传火 是吧 不是 真落手 跟他明明被大了一下 他为什么想 往我左边走呢 他是想救我 还是想害我 虽然说我已经死了 但是明明他有火 难得大 为什么还要走过来 他这个 有点不太对劲 我感觉他在 想争夺 我的这个MVP 但是 从他的KDA 上面来看的话 估计这把 是非常的难的 所以跟我没有 竞争的实力了 我感觉他其实是 听到有这个MVP 是 我一定会 对 他 我 是 我 装备先不升级 你看还有人问 这个装备问号 这1500不买装备 这主播想干嘛理财吗 老观众都开始回复起来了 这主播要买黑切 直接合大剑 来个黑切 有了 这个黑切做一下 我们这把应该 现在开始一次都不会死了 这个CD直接拉满 比较这个血量穿甲很有效 其实最后一件 待会可以考虑再来个什么 蓝青鱼 对面这个回复还是蛮恶心的 待会 这个CD没有益处了 你在教我做事吗 我们身上一个蓝buff 你看到我现在是满CD 待会蓝buff没了 我再补个15 他也是满CD 你不会 你不会该不会以为 我现在已经是满CD 再出个15就浪费了吧 你想到的我都已经想到了 我们等到买15的时候就没有蓝buff了 这蓝buff不可能一直都有的 最后一件要换了 这是要换的 你们知道吧 这个战士还是要换的 所以不用担心他会满CD 最后这个装备还是得调整一下的 满CD它只是暂时的 我们要的是这个效果 要的是这个套餐组合 知道吧 他不过来 哇好猥琐耶 这寒冰他有故事呀 这男生在偷 0-10艾克 10级 他刚才 等一下0-11是不是就11级了 2150 还差个600块 要不然刷两个头吧 这寒冰确实有点不像本地了 这寒冰的路数挺外地的 哎呦完了完了 死了全去了 队友呢队友呢 来一下来一下 对面进攻巴龙了 有没人啊 两个应该打不掉 这火难没有去 没打没打 那我们去拿小龙 先不管他 其实这个大龙给了也没关系 我们直接三龙就可以了 来来来我们可以大龙逼团 不塔下打 我可能塔下不好打 容易被开 直接大龙这个地形有草 我很适合偷人知道吧 把视野一排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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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为什么要在外面跟他们打呢 我们能扎堆站一起 这个火难太好传染人了知道吗 过来我 你往我旁边转呀兄弟 哎呦 这挪手可以 这火难买冰葬了 大龙大龙他们兵线不好 门牙没了 我补个装备出来 马上16级了 完全体啊 直接大龙逼团是最好的 我们这边 可以强开 大龙逼团是最没有风险的 因为打的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眼一排 对面就会过来 他不来你就拿龙 他来的话你就翻大 零风险 你要不来我们就拿大龙 对吧 大龙就说来的话我们就杀了 一点风险都没有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就很喜欢打架 像这种不是推塔的这种 他就死兵往对面塔下推 我也不晓得是为什么 有时候真的需要一点游戏天赋 你像这些人都是一些白金的人都不知道 但是我在黄金的时候 我就知道该怎么打了 我玩的第一个这个赛季 我就是黄金了 不过那个时候黄金很强 差不多等于现在的壮士 那也能理解 白金不懂也能理解 对吧 毕竟我玩那个年代比较早 就跟你那个早年的十块钱 就差不多等于现在一百块钱了 你就下一把 叶师傅 我没手表戴了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们来播手游